大家好,今天的嘉賓是在英國的《花生台》的曹總 大家好 大家好 其實我也是在社交媒體才知道你離開了香港去到英國 有很多在之後的去向想請教 香港人到英國可以怎樣做等等 不如先跟我們分享一下為什麼你有這個決定 離開香港去到英國 這個決定已經很久了 自從BNO年初應該是一月 一直都有密切關注 關注一回事 就是平衡去處理 其實一方面是否都先申請 因為當時知道你申請的BNO 其實可以有兩條隊 一條隊就是排在北角 你三個月內一定要離開 一條隊就是網上申請APP 彈性又大一點 我覺得就是反正你有一本BNO在手 那是不是都先做了事 其實我主觀就不想離開 其實就是 但是你知道 尤其是蘋果日報就是這樣封了之後 就是有很多事情都萬不得已 都不由自主 都不是自己可以控制到 那我也要思考的問題就是 究竟你留在這裡的作用有多少呢 那究竟如果你離開之後可以離開多遠呢 除了我自己個人之外 那家裡也有很多因素 其實還有就是 身邊的朋友 網友 我看到是近一兩個月 尤其是蘋果日報出事之後 身邊的壓力 反而是越來越大 我自己其實是有很多事情都會預算 但是如果你說 去到連蘋果日報都沒有的時候 而蘋果日報一直以來是我自己的底線 如果去到連蘋果日報都沒有的時候 我也估計 尤其是今年七一 那七一正正就是國安法立法一周年 那立法一周年呢 你要知道共產黨做事 就很講義頭的 一周年 立法一周年 一定要有很多事情都要做完 尤其是蘋果日報 那很不幸 那蘋果在七一之前 就停了看 那 那樣 而事實上 蘋果日報倒下來之後 有很多事情都加速地發展了 那你看到很多公民社會 是瓦解的速度很快 那不僅是正當 基本是去到那些工會 還有就是你見到Facebook的群組 好像法政匯師 行臨覺醒 那些他們紛紛都自己前去之後 而你看到他們是沒有解散的 好像你近日的這個言語治療師公會 那你們 那你現在看回頭 其實就是很無助 如果你留在香港的話 我也在想 如果 言語治療師公會 發生這件事 也是上個星期發生的 還有就是 你突然看到蘋果日報 那幾個高層 突然間取消保釋 那如果我這一刻還留在香港的話 那個心情會是如何呢 其實這個感覺 那個對比是很大很大 其實是 就是你起碼就是 你立刻想 究竟你說話是不是要拿著拿著呢 而事實上 你看到 除了蘋果日報自己倒下來之後 你看到很多網台 都相繼地 其實他們都開始升級 看到852郵報 那852郵報 在之前 他連自己的新聞都不做 你看到現在只有青原子一個 那這100 那這100 按法吳明的說法 按法吳明的說法 這100 差不多等於結束了 其實是 那如果你留在香港 究竟那個空間有多大呢 那所以就是 各方不同的壓力 都要採取這個最後的決定 你覺得前瞻未來 譬如說你現在去到英國 之前在香港做的事情 會不會在這邊可以重新恢復呢 那這件事在英國做和香港做的影響分別有什麼不同呢 對我來說不是恢復 我是沒有停過 我來到之後 至少我來了一個多星期 我應該是第幾天 由10日計到現在 由10日計到現在是26日 那這16日裏面 除了我自己因為 被隔離的10日之外 不能出街之外 其實我是沒有停過的 所以對我來說是談不想恢復 因為一向都沒有停過 其實就是 那你說來到這一邊 我想很多事情都是慢慢摸索 那如果我自己本身 只是說我現在現有的工作 包括我三個網台的工作 那就是 一個就是自由亞洲電台有兩個節目 那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 那本身我花生台有節目 還有就是 和城寨一起合辦的一個節目 那這三個節目之外 那就是 你有沒有額外的時間 是擠出來 去做其他事情 那這個慢慢摸索 那首先就要看一下 其實我感受到很強烈的 就是你說 我上個禮拜放了出來之後 就是完結了隔離之後 那開始陸續 接觸一下 就是香港的朋友 那首先我就是 看到BOB叔 就是 KOLBOB叔 那之後有 吳明德 吳明德教授 那還有他721集會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香港的朋友 那還有也有些 就是我現在不方便開名的 那些區議員 其實是 由他們口中得知 其實就是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香港人來 這個是我 就是 我自己也始料不及 其實是 那種感覺是 有很多人在香港 你未必會見的 但是來到之後 即使掃眉謀面也好 都好像一見如故 那樣的 其實是 而我感受到 其實他們 他們不是感受到 他們告訴我 其實是 越來越多人過來 這個是浪來的 令到我深信 就是說 如果離開香港的話 我相信 英國是 香港人 最集中 亦都是 最嚴格 團結合在一起的地方 我覺得是 嗯 在英國的下一步 你會覺得 香港人作為一個 社會 如何是 對香港人來說 又被接受 就是不要好像 只顧著自己人 這堂人街 但是又可以維持 那個身份認同 這條線 你覺得應該怎麼去拿捏呢 我覺得應該融入社會 其實就是 就是 如果你說 一家大小的 那你 就是 我覺得可以有不同的分工 就是如果你說 家裡 你說未找到工作之前 究竟 未找到工作之前 是不是應該可以去做一下 一些市區裡面 那些義工呢 其實是 或者你加入 尤其你自己本身 我看到最成功的 其實就是教會 因為大家有一個 聯繫在這裡 就是你看到 就算是在這裡 搞集會的朋友 其實他們也是 以這個教會團體身份 去搞的 其實 那如果你是 本身有一個宗教背景 你跟本地人的聯繫 其實是容易些融合的 我覺得就是 那所以 就是 除了自己圍爐之外 我覺得就是 不要害羞 不要怕接觸當地人 因為其實你要遇到 這個是長期的一個 就是 無論你以後 來不來香港也好 你也要有一個最壞的準備 可能長期在這裡 長期在這裡 一定要跟這裡的人共用 其實是 你說以前我們聽到很多 就是 你跟人家 你躲在一旁 然後就一直說 外面的人歧視你 就是 很有那種 業民情義結 如果你看到業民第四集 他們就是躲在 在街上 其實經常覺得被人欺負 其實是 我不希望是這樣 雖然我們香港人 是有一個很好的基礎 去團結在一起 但是我們同時 跟過往的華人不同 其實我們自己本身就是 那個 國際的鹹養 國際交易的鹹養 是會比較好一點的 其實是 以我覺得 雖然你說 我看到之前 是不是BNO 好像BKHK 好像有一個團體 做了調查 就是香港人來到之後 帶多少老人家過來 帶多少小朋友過來 那個調查 他其中說到 其實歧視的比率很高 但是 起碼我自己親身接觸 就不是很清楚 其實是 有很多事情是相向的 如果你還歧視你 首先我覺得 就是要反求諸己 究竟你有沒有去 費力 融入這裡的社會 是不是 會不會 會因為自己 我覺得 英語不是問題 如果你說語言問題 我想大家都明白 在這裡的 這裡的英國人 都會明白 其實你剛剛 坐到貴境 其實 你 語言能力不多 也好 其實都會理解 我自己 接觸的英國人 是 挺有禮貌的 起碼我第一天 入住這裡 你主要去打招呼 你問他們名字 他們不抗拒 我覺得 始終就是 我覺得 英國 尤其是倫敦 你是國際大城市 其實他們 習慣接觸 來自不同世界的地方的人 所以我覺得 就算你說他們虛偽也好 表面上 如果你尊重他們 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是